飞碟晚餐 陈辉文时间 飞碟晚餐 我是陈辉文 1126 今天是礼拜一 跟听众报告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 我们今天狗飞火车 要谈这个蔡总统的连任 大家也都知道 九会议选举的这个大选的结果 那每日一句 我们学生是这个 民党立委李俊逸 在脸书提到终身带接班的问题 那蔡总统有亲自的回应 这个我们的美日军狗飞火车 都跟蔡总统有关 第二段我们要谈韩流 这个韩国瑜当选的这个政见 要如何来实现 那基本上我希望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听众们你可以到我的 那个飞碟晚餐陈辉文时间的本专 去看到我们今天的 我们节目的那个round down 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的方向 不是在你现在看直播的那个 飞碟联播网 是飞碟晚餐陈辉文时间 也谢谢大家 我现在已经累积到2000个赞 这个当然 当然跟我一些前辈比 我这个大概还少很多零 那也谢谢大家 你如果去我的飞碟晚餐陈辉文时间的 粉专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今天要谈的内容的标题 那这些标题呢 也是我们燕安兄 他待会在做后置的时候 会压在那个 那个直播影片的那个标题 你在YouTube看到的是有标题的 金装版 那你现在看到脸书的是没有标题的 这个 这个技术方面我们再来做 调整 所以我刚讲说 我希望他这个良性竞争 就说 有没有承认九二公司的差别 然后 其实不承认九二公司也可以拼经纪 不承认九二公司也可以拼经纪 那承认九二公司呢 他拼经纪的部分 主要是靠 入客跟入资 所以我们都希望韩国瑜 他能够兑现他的政见 那他兑现政见的 重点啊 就在两岸关系 这个我们在第二段 会跟大家做 报告 那第一段我们 我本来明天才要讲一个 八卦 明天才讲 但是因为今天下午 有临时的状况 所以我要提前到今天讲 因为我也不晓得他们 简单讲 是我今天下午去录 那个 朵霖哥跟静存的 那个命运好好玩 然后呢 就遇到了 他们的名片 不知道 不知道拿去哪里 有三个记者来 苹果日报 联合报 还有 还有那个 这时候打电话来就不好意思 苹果日报 联合报 还有三立 三立的新红网 那三个记者来采访就说 就是我去录 今天的命运好好玩 今天晚上就会播 他们今天录 今天播 然后 就因为朵霖哥跟静存的 我跟他们两个都很久 没见面 大概六年 就我离开这个圈都六年 然后 那三个记者来 我是希望他们能够 如果说 可以去写别人就好了 坦白讲 我又跟他们解释了 那他们给我的 讲法是说 现在是 他们主要是发即时 我们圈内讲的即时 就是讲的网络电子报 我们的术语叫做即时 就即时的新闻 那即时 那他们说 他们发即时 那发即时的话 就不是在你 像这种报纸 我们叫做纸本 一张一张 这个叫做纸本 那 我们行话叫纸本 那他的意思说 霖恩哥 我们要发的是即时 就是发网络电子报的意思 那你也知道 网络电子报 它就没有版面的限制 对不对 它就没有那个什么 什么报纸有几张 几个版 那网络电子报 你要写100页就写100页 写20页就写20页 它没有那个 那个版面的限制 那 这三个来也 这个 我都没见过他们 对不起 第一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 然后他们说 要采访我 也 然后我们不是录 那个命运好好玩吗 我们录的第一趴 他们也在棚里面 所以他们有听到 我第一段讲什么 那我本来要讲的这个八卦呢 我是因为今天礼拜一嘛 然后我们要讲开票啊 大选这个结果 我本来要把这个故事 这个八卦留到明天再讲 所以 你看 我不知道各位看得到啦 我本来是讲说 我预告 我明天要讲 可是因为他们几个记者在棚里面 我也不晓得他们会写什么 我怕他们拿去写 所以呢 我就把这个新闻 不能讲新闻 这个故事 只好提前今天讲 我本来是想说 我命运好好玩 讲这个事情 然后 明天再来跟大家报告 就没想到 这个三位这个记者在现场 弄得我有点这个 手忙脚乱 那 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去写别人 因为有 有很多节目嘛 有很多主持人 有很多名嘴可以写 我的新闻性实在是不高 我跟各位讲说话是这样 那 没关系 这个开票特别节目的拍桌的八卦 你现在到我们 到我的粉专 飞碟晚餐成会员时间的粉专 就可以看到我的 我下的新的标题 因为标题是我 五点的时候临时改的 五点多的时候临时改的 好 那我们第一段要看这个 九合一大选的台北市 还有公投的部分 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段的内容 那寒流的部分 我们刚讲这个寒流 对不对 寒流部分我们第二段再谈 这个我们先谈第一段 那刚有在我们 听到没有我们的脸 那个脸书的直播 我们是六点就开始 on air 虽然我们的这个广播 是六点八分左右才开始 但是我们的 这个 脸书的部分 我们六点准时就开始 所以在六点的整点新闻 跟广告的时间呢 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 简单的互动 这个点点名啊 看看各位的留言什么的 那刚刚有 这个听众朋友在脸书问我说 那我排多久 当天投票当天 因为我下午的那个行程比较赶 所以我本来去投票的时候 发现人很多 我就不能排 因为排的话 我就会delay到我后面的 的那个安排的行程 那一个接一个 中间很赶 赶得乱七八糟 那 所以我们去投 跟这个2014 2016 我没有去投票 那这一次的九合一大选 出这么大的乱子 呃 坦白讲我也蛮意外 蛮意外 那从当天下午开始就 我就一直录影嘛 一个现场直播的那个 呃 开票特别节目 那我就看到一堆人在骂 一直骂 一直骂 骂那个中选会主委啊 一直骂 一直骂 那 因为其实你骂他 没什么太大的 帮助 中选会主委第二天 就昨天啊 呃 礼拜六投票嘛 礼拜天他就 请职下台了 你骂他 其实于事无补 我讲实话 因为 呃 选务出这么大的乱子啊 我们历年来的选举 从来没有这样过 好 那这个这样子的状况 公不公平 其实一点都不公平 听到没有 我不是说今天当选的是柯P 然后我就帮丁丁讲话 不是 如果是今天是丁丁 赢了三千多票 好 如果是丁丁赢了三千多票 然后柯文哲 因为这样的状况吃亏 我一样会帮柯文哲讲话 我希望各位能够相信我 这个不公平 在地方在那里 我解释给大家听 呃 两千年的总统大选 投票率最高的 是82% 82% 那为什么两千年的 总统大选投票率 到82% 你看2016的总统大选 投票率只有66% 82%跟66%就差了 16% 16% 那1%大概13万 16%就 很多万 16 13 48的16 208万 就是 不要像那个坤批算 16%的13万嘛 OK 那 可见那个 2016跟2000年的投票的 那个票数差多多 差很多很多票 那你看哦 2000年是 撒卡都 82% 你知道这一次 台北市的投票率 几%吗 65.97% 我就算他66好了 65.97 算他66好了 好 那上一次是 连胜文跟 这个 主要啦 主要的对手是 连胜文跟 柯文哲在选嘛 上一次台北市场 选举的投票率 是70% 那这次不是撒卡都 有姚文志啊 有人叫他姚姚啦 有人叫他姚文啦 不要拿人家名字 开玩笑 就姚文志嘛 姚文志 那姚文志他 跟柯P 还有丁丁这样选 然后 结果 撒卡都的情况 投票率反而下降 为什么 下降原因很简单 就是有人 不能等了 像我 我赶着要去 这个录影 我就没办法等了 没办法等 我就不投了 那我本来投给谁呢 其实也不重要 因为我就 因为我没办法去投 我就拉低了 那个投票率嘛 那 类似的状况 类似我这样状况的人很多 一等等 我先讲 我非常的敬佩这些 等两个多小时 甚至有人排三个多小时 在等投票的人 三个多小时 电影都看完了 对不对 《严玺攻略》都看 看好几部 好几集的 这 他愿意在那边等 在那边等 然后排排排排排 然后天气又热什么 然后在那边排 其实很辛苦 那我们以台北市来讲 这么糟糕的状况 还有65.97%的投票率 去投票朋友 真的是很珍惜这张选票 因为我跟TNP报告 很多国家没有选举 很多国家没有选举 很多人 他牺牲生命 甚至追求一辈子 就是一个民主法治的选举 但是追求不到 所以 很重要的就是要 民主法治的选举 结果没想到 中全会搞得这么 这么糟糕的状况 对我刚刚跟各位解释 沙喀都投票率反而下降 其实我认为丁守中是吃暗亏 我讲实在话是这样 那也有人认为说 吃暗亏的是柯P 这个我也没意见 我 雄金你也知道 我 这是跟我待会要讲的 故事有关 我心情大变之后 我就不太愿意去argue了 去跟人家 抖兜啊 去跟人家 呛读 跟人家 我不要了啦 因为这个 其实自己想想 也没有那个必要啦 因为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嘛 我讲的不一定是对的 那其他的主持人 其他来宾讲的 也不一定是对的 他们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那既然 我跟你讲的都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干嘛去吵呢 干嘛去 在电视上面 他刚才 蜜蜜蜜 蜜蜜蜜蜜蜜 那个是以前的啦 你去看那个什么 YouTube上面 都我以前的那个 就 以前的 我不太想回到以前的那个状况 我跟你讲实在话是这样 不是 我现在不会吵 我不想吵了 我讲实在话是这样 那这个 盯手中要去提选举无效 我 简单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认为选举是无效 但是法官不会 法官不会这样 这样认定 舅主动说 投票率下降 上次是70% 这次是66 下降 那台北市我们本来预估开的选票 因为上次 就联盛文跟这个科比选举是开的 总共开的选票是146万 146万 结果这一次 因为投票率下降开出来的票 不到140万 反而往下降 那如果选务没有突辞 我讲的是 如果选务没有突辞 当选的一定是盯手中吗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我们必须 这个很公平的讲 如果选务没有突辞 当选的也不一定是盯手中 那你说盯手中要去打 这个选举无效的诉讼 我是赞成 但是以我的一点点的了解 我认为法官是不会 不会判盯手中赢的 不会 那你说他吃闷亏 吃闷亏啊 可是你看那个 那个319枪击案啊 然后 黄军走路工啊 2004年跟2006年那个 吃亏的都是国民党啊 那这次盯手中 又是吃亏 其实也是没法 我准备拿一张照片 给我们的这个 网友 就是脸书的网友看 我把我把它弄大一点 其实这个 这个在网络上都有了 这个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待会再请延安做后置 这个是这次公投之后 网友的 酷手 酷手 应该应该 我待会再来念一下 请大家这个定格看一下 他说你好 我们是支持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 歧视同志 不施行性教育 不要火力发电 很怕核实 就是核灾的那个食品 很怕核实污染 又要用核能的中华台北 这个是 你在网友赚可以找到 这个 酷手的这个字 这张图片 你好 我们是支持九二共识 一个中国歧视同志 不施行性教育 不要火力发电 很怕核实污染 又要用核能的中华台北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反凤的 那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东西 就是他把里面 把我们这个十个公投案的部分 的最后投票的结果 通通灌在里面 我简单跟大家说明 就是说 公投榜大选 他有十张这个公投票 那有的通过 有的没通过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这样讲 因为本来他就不是一个 很有意义的公投 也就是说简单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公投法 他以前很 规定很严格 所以叫做鸟笼公投 很严格 以前公投的门槛很高 那因为矫枉过正 所以现在公投门槛很低 以前是太延 现在是太松 所以这次为什么 多达十个公投案 就是通通跑出来 十个公投案 那为什么要大选 公投榜大选呢 因为选举那天 大家会去投票嘛 投市长啊 投市议员什么的 然后顺便投公投的票 这个跟欧美先进国家 比较不一样 他们也有一些公投会榜大选 但他们也有很多公投是 我就是做单纯的就是公投 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历年来 全国性的公投都要榜大选 就是投票率的高低 他要去 那投票率是有门槛的 所以他要求那个投票率 这十个公投呢 以我看来意义不大 比如说 有什么良好三坏 什么三坏良好 我不去介入那个实质的东西 即便他通过了 他也不会影响到 譬如说我们在 投票前跟他讲 那个东奥证明公投 这次没有过 没有通过 东奥证明公投没有过 那东奥证明 没有通过我们去参加奥运 叫做中华台北嘛 就是我们依照的1981年的 洛杉磯协议叫做中华台北 我请问 如果 如果东奥证明公投有过呢 如果东奥证明公投有过 我们去参加奥运 一样还是叫中华台北 我讲的是真的 如果东奥证明公投有过 我们去参加奥运 一样叫做中华台北 那你会问说 既然有通过没通过 都叫中华台北 那公投是干嘛呢 你这个就讲到重点 那你公投是干嘛呢 因为 这个东西 一开始就不应该 作为公投的题目 你支不支持 你赞不赞成 我们用台湾的民意参加奥运 我支持啊 问题是做不到啊 那个国际奥会 是被阿贡所逼迫的 国际奥会是骗人的啊 国际奥会是 迫于阿贡的压力 才会连续三次写信给我们 写给中华奥会 说你们不要乱改名哦 怎样怎样 国际奥会是个傀儡 也就是说 即便我们 冬奥这名公投有通过 我们一样不能用台湾的民意去参加奥运 所以我刚讲一说 一开始中选会就不应该核准这个公投 因为没有用啊 中华奥会是不受公投法的约束的 中华奥会它是个独立机关啊 它不是总统府中华奥会 也不是行政院中华奥会 不是 那你公投的结果 你怎么去约束中华奥会呢 我今天在那个新闻哇哇 我举个例子 现在这个台北股市股王不是大力光吗 大力光一张股票好几百万 好几百万 之前到五千多块的时候 一张是五百多万 之前他的高点 五千多块的时候 那我们可不可以推一个公投说 我们大家投票 请问你同不同意大力光 分每个公民一张股票 一张是五百多万 如果他最高点 一张是五百多万 你同不同意 我当然同意啊 因为如果他发一张给我 那就五百多万啊 我当然同意 那问题是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大力光 大力光是一家上市的 很赚钱的公司 你不能这样子去逼他吗 同样的 中华奥会他这个独立机关 你不能逼他说 我们投票结果 你要用台湾的命运 你去改名改 台湾的命运参加奥运 他不用听你的 大力光不用听我们的 跟中华奥会不用听我们的 意思是一样的 那你推这个公投干嘛 所以中选会的圈圈叉叉 他不在于投票当天 你很多公团 其实你应该想到嘛 支持同婚的跟反对同婚的 各有两个案子三个案子 如果通通通过了怎么办 如果通通通过了怎么办 当然有的有通过的没通过了 我要讲那个故事 我上礼拜跟大家讲说 我尊重大家共同的选择 那柯文哲现在连任台北市长 丁守中这个诉讼可能没有 胜算不大 那可能台北市要再乱四年 或者这个 他去选2020总统 或者两岸一家亲的争议 这个我就比较 没办法 我跟各位解释 我尊重大家的选择 虽然柯文哲当选 我很那个 但是 我也祝福他 毕竟他选的 胜的也很惊险 那天哪 因为我刚讲说 我不愿意这个 邓多阿的原因是这样 因为 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大家都有脸书 网络 什么Facebook 然后那个LINE 等等 其实 每个人都是名嘴 我讲才好 你可以写你的部落格 其实部落格的 那个 那个 演进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以前不是都还要去什么 什么叉叉小站那边去弄什么 现在不用了 现在的这个管道非常的多 而且这个网络的空间非常的大 就因为 人人都是名嘴 所以像我们 我这样还跑去 这个跑电视通告的 其实非常的感恩 非常感恩 那这一次的这个 从 讲重逐江湖 有点那个 就是重新出来跑 也感谢很多朋友的这个帮忙 我讲TVBS那开票当天 就是说在礼拜六 那个11月24号礼拜六 然后 他开 我们投票是 法定时间到下午4点 那4点我就 赶到TVBS摄影棚 那我们那天的主持人 是TVBS的主播 庄开文 那我跟开文很多年没见了 就大概 就很多年 就2012之后都 都没有联络 很久没见了 那我们的来宾有六个人 六个人 一个是那个 唱那个 爱江山更爱美的那个 吴二阳 台北市长的候选人 那另外一个是 王宏威 这个 我们那时候是开票嘛 所以那时候他还没当选 他就拼连任的 王宏威 吴二阳 王宏威 王宏威 然后第三个是钟沛军 钟沛军以前是T台的记者 这次选 第一次选台北市议员 那后来他有当选 就吴二阳 王宏威跟钟沛军 那另外三个来宾是 唐大哥 唐湘荣 蓝轩 还有我 一个主持人 六个来宾 我们就坐在那边 其实 其实 其实有点擦枪走火 我先讲第一个拍桌子的 我们这六个来宾 就一个主持人 六个来宾嘛 对不对 在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 有三个人拍桌子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轻轻拍 是很用力的这样 垂桌子这样的 有三个人垂桌子 你想嘛 我再讲一遍 吴二阳 王宏威 钟沛军 唐湘荣 蓝轩 跟我 六个来宾 有三个人 在一个小时内垂桌子 而且是 是真的生气的垂桌子 请问 听众朋友 请问网友 垂桌子的是哪三个人 吴二阳 王宏威 钟沛军 唐湘荣 蓝轩 跟陈辉文 你觉得谁会垂桌子 你如果停留在我 2012以前 一定三次垂桌子的 都是我 想也知道是我 一万 我赶桌子 那第一个垂桌子 其实是吴二阳 那时候 开文 他问的意思是说 因为他不是 200万保证金 他就唱那个什么 唱歌 推销 蜂蜜 柠檬 那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 也不是我发明 因为很多人 有类似的意见就说 那这个门槛对不对 我当时有讲 我说 总统大选是 总统大选的保证金 是1500 1500万 那不是 不是只有1500万 就可以选总统 你要连署 我记得连署 门槛好像 二三十万吧 我记得是这样的 就是你要连署 所以不是有钱 就可以选总统 不是有钱 就可以选总统 但是你有钱 就可以选台北市长 那我的看法呢 我认为这个应该改 我认为应该加一个 连署的门槛 当然也不能太高 台北市选民 大概200多万 公民大概200多万 然后开出来票 大概140 150左右 这次开不到140 这次开130几万而已 那门槛也不能太高 你太高 也连署 连署也困难 那我没有去 骂吴而已 我没有骂他 你可以吊代 我没有骂他 我只是说 我认为应该加连署门槛 他就不高兴了 他就怒了 他生气 他就吹桌子 他吹桌子 那我也没办法 我也没有去骂他 那后来这个 我们那天开票是 4点到8点 就开吻主持那个时段 是4点到8点 那我不晓得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我是临时 不是临时 就是说 我根本 我进棚之前 我根本不晓得 那个来宾是谁 因为我是从友台赶过去 那天就跑场 我不知道是谁 然后我就坐下来 然后 4点到5点 就第一个小时结束之后 他就走了 就 五二阳 王宏威跟 钟佩君 他们三个就走了 他换人了 换来宾了 但是我们这边没换 他们那边换了 然后 他们在换场的时候 我并没有注意到 我以为 因为他们跟我约 是4点到8点 那我想说 后面可能还会再聊到 相关的话题 因为开票没那么快 慢慢开什么的 我本来想说 我在找机会 跟吴二阳 把场面缓一下 缓和一下 不要 因为他很生气 马上就卡住了很生气 结果 中间广告的时间 他们就换人 我不知道 人就走了 吴二阳就离开 这个摄影棚 我真的是吓到 然后我也没有机会 当面跟他说 希望他不要那么生气 我是对事不对人 我是对事不认真的 那你看 第一个敲桌子 是吴二阳 第二个敲桌子 是王鸿威 王鸿威非常生气 他认为 中学会不知道在干嘛 然后大家大排场 王鸿威除了 用手捶了一下桌子 他还打到他的手机 他手机不是那种 不是我们放手机 不小心摸一下 他是 很怒的把手机 往桌面上砸 我认识王鸿威这么久 我也没看到这么生气过 吴二阳我是第一次看到 但是王鸿威 我认识他这么多年 他说我学姐 那你气 拿个手机去捶 捶之后我也吓一跳 那第三个捶桌子的是 唐湘龙 唐大哥 那我后来有亏他 因为我跟唐大哥比较熟 唐湘龙我认识20年了 我从来没 他在讲那个气宝的问题 就我们刚前面讲 柯P啦 丁守中啦 那姚文志从一开票 姚文志就稳定的落后 那唐大哥的意思说 有些还在排队的朋友 他在看手机 或是朋友传LINE过来说 那个一开票啊 姚文志就稳定的落后啦 那现在当选的不是丁 就是柯啊 唐湘龙的意思说 会不会有些 本来要投姚文志的人 然后呢 发现姚文志已经没希望了 然后就跑去投柯文哲 他的逻辑是这样 所以唐大哥 王宏威跟唐大哥都不是骂我 他们是骂中选会 然后就狠怒的去捶那个 那个T台的那个桌子 那 我的意思说 当初吴二阳跟这个王宏威 唐湘龙出来 我的意思说 希望大家不要那么的 当我以前也比他们更火爆 以前跟这个圈圈啊 跟叉叉啦 在那个 那个政论节目上面对骂啊 这个互骄什么 这个其实 其实不堪回首啦 不堪回首 所以有些网友 在我们的脸书直播想说 很期待你找谁谁谁来上节目 然后怎么 这万万不可啦 因为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很后悔啦 那我对吴二阳比较不好意思说 我本来以为 他跟我一样做四个小时 那如果他跟我一样做四个小时 我可以在 那个 就是后面的发言里面 再把话绕回来 我本来的盘算是这样子 就没想到第一个小时就被 就被换 就换来宾 他就他就跑了 所以我对吴二阳抱歉 我是对事不对人啦 你你你 当然吴二阳他只有 这个这个 没有没有拿 没有办法拿回保证金 这个是 比较遗憾啦 但他花了两百万 他诉求他自己的理念 唱了歌 推销了蜂蜜柠檬 他获得的效益 是远远超过两百万 那我还是认为说 台北市长的那个 这个应该要有一个 基本的门槛 我是陈辉文 我们 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 因为有听众朋友在脸书骂我 他说 他的意思说 我讲了很多 什么我们的什么直播啦 什么 YouTube搜寻啊等等 听众朋友 我 我去上 譬如说我去上中天的节目 或去上那个 那个郑大哥的节目等等 我不能在人家节目去推销我的广播 对不对 我不能在别人的电视节目去推销 我们的飞碟电台的飞碟晚餐嘛 这样子对人家不好意思嘛 虽然我可以偷渡啦 比如说live的节目就直接讲 他也来不及剪 就播出去了 可是这样子对 毕竟是人家的 对不对 我不能做这种 那唯一能够推广我们的 也就是我们电台 我自己的节目 这是我的主场 我当然可以谈一下 请大家 这个锁定我们飞碟晚餐成为的时间 在飞碟联播网 每个礼拜到礼拜五的 这个网络的直播 那你到YouTube 可以看到我们稍晚 燕安兄他会去做后制的版本 后制的版本除了有标题之外 那个音质也会比较好 他会去做后制的处理 那你到我们的YouTube 去订阅我们的飞碟联播 我好像上礼拜看 好像9000多 我们11月6号开播的时候 是800多 现在就到9000多 谢谢大家 那承诺大家 25000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只要YouTube订阅到25000 我们就送礼物 那你如果要看到我们节目 今天的题目跟标题的话 你可以到脸书搜寻 飞碟晚餐陈会问时间 那上面就看到 你今天第一段第二段讲什么 每一句什么 我都会贴在上面 这个请大家帮忙 那也谢谢很多听众朋友 帮我按分享 这个我就不强求了 因为一定是你听了觉得有feel 你觉得应该跟你的朋友分享 你按分享 那你按分享的话 是对我帮忙很大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跟各位报告 因为选举就刚结束 然后政治议题可能还 至少再吵一两个礼拜跑不掉 如果乐观一点的话 是可以到12月25 12月25他们县市长要交接 譬如说韩流 韩国瑜的这个等等 我的意思说 我欠大家的留言 就是说你在脸书搜寻 你之前留的 我可能都没办法回 因为都好几百者 甚至上千者 那我要再回去 回去看比较有困难 所以天边如果你有 宝贵的意见要跟我讲的话 请你到的粉砖 飞碟晚餐成回文时间 那这两天也累积了一些留言 我也没办法回 因为我 只要怎么讲 就是这一天实在有点 有点 你也可以讲有点贪心 但是其实体力是有点投资 体力有点投资 我不是很 就是没有办法调整到最佳状况 因为一直跑一直跑 然后这边跑跑那边跑跑 那一直接通告 一直接通告的结果就是 体力上很大的消耗 然后 睡眠时间是严重的不足 因为很多节目 当然也是因为选举这几天而已 每天都这样还得了 所以我尽量来调整 尽量来做调整 然后 希望能够把 我的 因为这个新的是我们公司的 我自己要再去买一台 因为这个也有点旧了 然后手机再做update 我把硬体的东西再改善之后 我再来想办法来做处理 之前先拿一个直播 是涛哥的部分 这部分因为涛哥他是 天王级的 所以我再来找时间 跟涛哥联络 然后选一个涛哥能够 他比较方便的时间 我们李彦秋理解 选前来过 选后跟大家讲过 就是涛哥 然后请涛哥到我们的现场来 然后所有2100全开 因为涛哥他做2100全开 做太多年了 然后粉丝太多了 涛哥以前又非常照顾我 所以一定要请他来 加持一下 帮我们节目充个人气 好 我们赶快看第二段内容 我这个 一讲是 这没几分钟 我们待会要开办会 听完我们今天空音 还是要讲选举 我们今天空音还是要讲选举 那这个礼拜空音还是讲选举 特别跟听众们做说明 这个礼拜五 这个礼拜五是那个G20 在阿根廷 在那个阿根廷的这个G20 那习近平跟川普 会在那边办那个川席会 那是礼拜五 11月30号 所以两岸的部分 其实我现在跟各位讲的 跟两岸有关 我讲重点就好 因为讲一个概念 那这个东西在电视 这段节目比较难讲 就是说 你也知道电视节目 他的特性 所以我比较难做完整 我讲说 韩国瑜的政见 如果你能够看到 我们粉专的表弟 韩国瑜的这个 我先讲第一个 就是说 我上个礼拜跟他讲说 选票来检验 检验韩流的虚实 结果没想到 韩国瑜赢这么多 赢到15万票 这个击败的陈其迈 但其迈的风度非常好 这点给他肯定 那你当选的才有话语权 陈王败寇 胜者为王就是这样子 那韩国瑜看高雄 又老又穷 我请问你 全国哪一个县市 不是又老又穷 韩国瑜的政见 或卖的出去 人静的来 高雄发大财 他的他的政见是这样 那 或卖的出去 人静的来 全国都想发财 不是只有高雄想发财 那像问题 就说 韩国瑜的政见 要如何来实现 或卖的出去 人静的来 高雄发大财 怎么实现 两岸关系是关键 两岸关系是关键 我觉得 在辩论那天 陈其迈跟韩国瑜的交锋 在辩论那天 韩国瑜公开承认说 他支持九二共识 一中个表 他热爱中华民国 这个东西其实很关键 因为你在高雄 这么绿的地方 这个是票房毒药 你说 你在高雄说九二共识 你一中个表 你是要选什么 选一中一堂 很难选 在那么绿的地方 那韩国瑜公开 在高雄这么绿的地方 他讲 他支持九二共识 一中个表 跟这在中华民国 结果他还赢了 陈其迈15万票 他赢15万票 那这代表什么 代表高雄市的 大部分选民 我不在乎你 什么九二共识 什么一中个表 你讲的 我一样投给你 你还能够赢 陈其迈15万 所以 我不是说选票背书 但是至少韩国瑜 他公开讲这段 他的选票没跑掉 他还赢了 那韩国瑜 他说他是两岸工作小组 两岸工作小组 这个跟这个 柯文哲的双城论坛 不太一样 今天也有媒体报导 那个柯文哲 因为去年的双城论坛 是七月 去年 七月 那今年的双城论坛 到现在还没办 今天没办 那个剩下一个月 12月嘛 可能要这个快马加鞭 把今年的双城论坛 给这个办好 那柯文哲的双城论坛 比较像是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不用Google 一定查不到 查得到随便你 请问去年的双城论坛 做的什么 做的什么 因为双城论坛 从好龙斌时代创办到现在 双城论坛就是个大拜拜 你跟我签什么协议 我跟你签什么备忘录 我们合作什么 那个都是表面文章 那都假 这样说比较快 那这些都是表面文章 那双城论坛是虚的 但是两岸工作小组是真的 所以我说两岸的解冻 会不会从高雄开始 卢秀燕赞成 卢秀燕在台中 张立善在云林 他们都跟韩国瑜 之前有连线 什么汉子 秃子 燕子 那张立善的云林 韩国瑜之前有去站台 帮他这个 因为他太太的娘家在云林 那个李嘉奔 就韩国瑜的夫人 那你看 地方包围中央 就是选举的结果 国民党拿了15个县市 地方包围中央 那两岸关系 会不会也地方包围中央 从这个韩国瑜的 高雄的一个突破点 在卢秀燕的台中 张立善的云林 甚至有可能其他 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也会加入 不知道 看韩国瑜他怎么去推 我的意思是说 我希望的是一个良性的竞争 什么叫良性竞争 就是说 你不管有没有承认九二共识 不管你有没有承认九二共识 我不是要帮独派讲话 我也不是要帮统派讲话 承认九二共识与否 其实不重要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办法拼经济 你可不可以把经济 因为经济已经烂很久了 烂很多年了 如果你依靠九二共识去拼经济 有没有可能会变成统战 有没有可能变成赢弹 那是我们要去考量的 你说我不承认九二共识 我还能拼经济 那就是民进党的挑战 我不要九二共识 现在蔡总统蔡政府 我不要九二共识 你不要九二共识没关系 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拼经济 重点是在这 那我刚刚也把那个 来我们来开放我们的 这个扣音电话 来零二二三六三 九九五五 这个有听众朋友提醒我 那个后面两个五五 要再标准一点 我想说凹涛哥 改天涛哥来叫涛哥 因为涛哥的那个 声音也非常的自争腔圆 请涛哥帮我录好了 来零二二三六三 九九五五 欢迎听众朋友 现在打电话进来 我们要谈这个九和一的选举 那你投票给谁 你投票有没有当选 你对这次选举的看法 欢迎你现在扣音进来 零二二三六三 九九五五 那我们这个礼拜的扣音 还是要谈选举 因为这次我看很多朋友 是这个很怒 排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大有人在 来我们来先接听 大家的这个扣音电话 来贝利晚餐你好 你好大哥你好 你好我姓李 李先生你住哪 台北李先生你好 来李先生你请说你好 是那个因为我是这次选务人员 但是我是在士林投票 但是我没办法回去投 因为我在中山服务 那这是因为这个投票 确实对金手中是不太公平 为什么 因为在前一天投票 那个前一天的投票前一天 那个蔡壁如他有发发mail 应该是发LINE 我知道气宝的那个LINE 对那确实因为我在中山区的时候 我们就弄到四点半才让民众投完票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在外面看 里面是不是可以拿手机 但是外面是可以 大家在投 对对对对对 那你那你内湖那边还搞到7点46分 最晚的是 那个不对啦 当时我们去想习的时候 也去跟那个讲师讲说 你们为什么不增加票贵 你都明明知道 公投那个 那个签票处 那个违评就不够啊 他说一个规定就是配四个 可是你就知道公投有十个张 对 你那个市长 里长还有 李先生时间关系问你 你说你后来你也没去投票 因为你自己卡在那里面 因为太忙了 因为在一时都有 对对对 有20个人在外面排队 我也没办法投 李先生我问你 因为投票已经结束了 你本来要投谁 说实在我本来要投丁守中 那丁守中就少一票了 少两票 我太太也在同一个地方服务 少三票 因为我本来我也要投给他了 少三票 那我们这样就三票了 所以你说对丁守中不公平嘛 对不对 好 谢谢台北的李先 听到没有 类似像我跟李先这样状况的人很多 那有没有本来要投柯文哲的人 没去投 也有 这个我必须要 本来也要投柯文哲 本来要投姚文志 本来要投蜂蜜柠檬的 结果他因为时间关系没去 这个状况 所以我说这个选举是不公平的 来02363995 来北的晚餐你好 哈喽你好 喂喂喂你好 请讲话你好 你好新北老王 老王你好来 请说你好 我这次投的都有中 你都要来这投 你住新北你投都有中我也会啊 谁不会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一次投票 那个选务 这个中选会啊 真的事先都没有规划 老王你排多久 我排了差不多 40块50分钟 你几点去的 我是找 差不多是10点 10点多 那你那边人没有很多嘛 这样算 人很多 其实人很多 但是你等不到一个小时啊 我等不到一个小时 对啊 嘿嘿嘿 然后我 然后 我知道我丈母娘那边 排了在 她是在台北的 排了快两个小时 台北市 对台北市 排了快两个小时才投到票 对 还投完票 老王你知道你丈母娘投给谁 他投丁丁啊 他是一定都要投丁丁的 那你觉得这次选务办的不好就对了 因为他事先的规划真的都没有去考量到 因为在我新北我有看到老人家排了排了太久 他不想不想不想排了 对就走了 OK 好 就走了 谢谢老王 谢谢你 是 谢谢老王 所以 等一下我刚讲 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投的 也有要投给其他人 不是只有丁丁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纷纷扰扰 丁丁有没有当选 可能当然有 我们还要再接通来 022363 995 来贝利晚餐你好 你好 大哥你好 你好 这个我是陈 是麦克尔 麦克尔你好 你住哪 我住台北市 台北市来 麦克尔你请讲来 今年首投 你今年首投 你几岁 22 22 所以你这次是公投也有领 然后九合一也有领就对了 麦克尔哈啰 喂喂喂 喂喂喂 欸 你 我才拍15分钟超级爽 蛤 我投票才拍15分钟超爽 只拍15分钟就投到票 嘿 对啊 超爽 一早去排 没有人 你8点就去了 8点半 那麦克尔你投的有当选吗 我都中 你投的台北市场有当选吗 对对 当然有 你打电话来我这边是怎样 年轻人 年轻人吧 就会投想要的 这样子乱投 你是22岁第一次投票就对了 对 那你的公投也都有过吗 有有有 我投的都有 你公投投什么 我当然 就是 讲出来可能会被围剿 所以我就不讲了 所以你跟我想的年轻人是颠倒的就对 公投的部分 对对对 我比较反社会一点 麦克尔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听说你内行的你就知道他讲什么 但是我们尊重所有的选 我是 成为我们的这个美日剧啊 是 蔡总统 那九合一的选举民进党惨败 民进党立委李俊逸在脸书写 他说不是输得疼口 输到连裤子都不见了 他说民进党是输在自己的手上 不要怪别人 后来呢 蔡总统到李俊逸的脸书去留言 他说谢谢军医委员 浮选辛苦了 我们要继续检讨 我要负最大责任 我们一起来让中生代承担更大的责任 中生代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美日剧 那我们上个礼拜五投票前一天的美日剧是这个姚文志 我们上个礼拜五选的姚文志他认为是北高双赢 北呢当然就台北指他自己 高就是陈其脉 那没想到姚文志他的预测的这个北高双赢 这个听众朋友你们也知道结果 结果就是北高双输 这个民进党这选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我们来谈今天的狗废火车 就讲蔡总统的连任 那当然有很多 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就人人都是自媒体 所以我们作为评论员的 我们上电视讲的其实也不一定是对的 我是广播主持人 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讲东讲西 我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 对民进党而言一定要团结 你就输这么惨了还内斗还得了 一定要团结 那谁代理党主席 或谁去选党主席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你看阿扁总统的例子就知道 谁当党主席很重要 总统是阿扁 阿扁总统有很长一段时间 他是没有兼党主席的 所以这一次民进党说 党主席谁代理的 然后他们叫党员直选 其实不重要 总统是蔡英文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蔡总统他要不要拼2020的连任 当然要 能不能当选是一回事 他一定要避免成为 第一个无法连任的总统 阿扁总统连任 贪污 恶搞 马总统做那么烂 马总统也连任 我讲马总统做的烂 一定有人要在 网路骂我 我也无所谓 我请问你 如果马英九做的不烂 那为什么2016被政党轮替呢 为什么 马英九做的烂是我害的吗 显然不是 我也没那么厉害 去害他做的烂 我不要再讲马跟扁 蔡英文他一定要避免成为 第一个无法连任的总统 那民进党现在就完全执政 民进党控制的中央的立法院 行政院总统府都是民进党在控制 在中央这个完全执政 那地方有很多诸侯没有错 有什么韩国瑜 卢秀燕 侯友宜 这些大的县市 新北市是人口最多 将近400万 将近400万 全国人口最多其实是新北市 高雄才200多万 台北市也是200多万而已 那我的意思说 虽然民进党在地方选举输了 民进党还是有中央执政的控制权 那如果民进党想要继续执政 避免2020政党轮替的话 民进党最好的选择 甚至我认为是唯一的选择 怎么办 拱蔡总统 保护蔡总统 让他拼脸 那你说什么跟柯文哲合作 跟谁合作 什么什么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民进党已经没有内斗的本钱了 哪一个派系 讲说你怎么样 其实每个派系都有责任 民进党内的每个派系 都有分到糖果 也都有责任辅佐蔡总统 拼2020的连任 那我刚前面讲的良性竞争 我希望借由韩国瑜跟卢秀燕 侯友瑜这些新的 县市长的串起 然后逼着民进党去进步 然后做更多平均期有利的事情 本来也不说是 我记得到这些计划 没准备 我真的要做更多平均期 我应该做更多平均期 感谢观看